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力也跟我讲 她在北京看了 她说讲一讲陶姐 她真的是很感人 所以我看了之后 昨天咱们跟陈可欣聊 金像奖的疑问就不存在了 当然要颁给陶姐 让子弹飞 她已经在票房上 已经在商业上收获了很多的成功了 对吧 那么作为香港电影金像奖 我认为那当然是陶姐 这个格不低 就是平平淡淡当中 这种见出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我蛮惊讶的 因为我以为说这种香港片 题材也很非常本土的 像我小时候家里也有请 马姐 他不算长期的马姐 短时间有来过 我们才感觉到那种感动的地方 我觉得我是好奇说 为什么内地的观众 看了还是会哭 这哭你们请不起马姐 请不起这么好的佣人 感动电影 我跟你说家伙 人性是共同的 人情人性是共同的 你一开始 就是所以说 不管是哪里的人 给你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佣人 一连在你们家做了四代人 你们家三四代的孩子 都是他抚养长大 现在他老了 他中风了 他进养老院了 他要走向这个人生的终点 这个东西全世界 为什么我就讲 就是说 为什么我觉得陶姐 应该得这个奖 我完全能够认同 就是讲老实话 好比说他们都说 让子弹飞得了很多大奖 但是让子弹飞 不管有多么大的意义 他也属于一个电影娱乐工业 照我看 但是要照我看陶姐这个电影 某种程度上属于必看的 为什么 因为谁都得走到这一步 你知道吗 从多个方面讲 你少看一个娱乐片 也许你也不当吃不当喝 不缺什么 但是我觉得看看这个片子 没有人能够不动容 因为说的恰恰不是什么香港人 而是现在全人类 你知道我甚至就说 他有什么社会作用 我看完之后 我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在香港也算纳税人 是吧 我觉得如果是民主 那么有个候选人说 我们把更多的钱 给香港的老人 让他们照顾的更好 我总是会同意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个选民 他说给10亿 我会同意的 他说我们给100个亿 我想我也是会同意的 就是这个是个议题 没有人能反对 我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片 因为坦白讲香港片 以前讲老 讲死亡也不是没有 那这个片 它特别我觉得 对我感动的地方 除了让我想起 以前家的女工人以外 老工人 是说他用很平淡的方法 来处理对于死亡这个问题 因为以前长老工人的死亡 一定非常戏剧化 那以前像我这一次进去看 我以为一定有的情节 居然没有 我刚开始有点被骗的感觉 我以为到电影 放到第60分钟的时候 总应该有个谜解开了 原来陶姐跟他爸爸 以前有一腿 总有了吧 以为陶姐会说 其实你是我儿子 总有了 又没有 话说到最后 以为那个叶德贤去世以前 一定会讲一大段话 对不对 我校爷对不起 我没办法照顾你 你以后孝顺一点 不要再把你妈妈惹生气了 他虽然对你好凶 可是他还是爱你的 我以为有那些对白 又没有 甚至他没有回来 看他最后一眼 对 又觉得是暗场交代的 对 然后原来可以用这个 那么平淡的方法 来对待死亡 那死亡本身 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觉得他感人的力量 就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 我觉得他最厉害是什么 就是徐安华 我要先讲 为什么 我说电影 其实没有什么题材 因为是这个地方题材 别的地方 不能欣赏这个问题 也许会有 但真正很多很优秀的电影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你拍好了 就跨越时光 比如说 像我们上回也讲到 今年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 讲那个伊朗是离婚 那个电影 他讲的那个题材 太伊朗了 但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懂 都明白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他跟你的拍摄方法有关 反而 比如说讲陶姐这个电影 大家都说他很平淡 让我想起来 徐安华之前其他电影 好几部也大家都说很平淡 像天水为的日与夜 但是这个平淡 你回想起来 它是怎么样的平淡法 它其实有大量 非常不平淡的 对于细节的关注 那些细节是平淡的 但是他投给他的关注 不平淡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陶姐这个电影里面 叶德贤 他住进养老院之后 他后来还回过一次家 对不对 就留下来带他回家 回家那次 你没有注意 他回家之后 都摸摸吸摸摸 收东西 一进门就看到 那个猫又来了 你那时候 你马上那个感觉就是 这是他 大概是最后一次 进入 他住了几十年的这个家 摸摸那个猫 你这个感觉是强烈的 让你觉得很多老人 今天那么多老人 他们最后一次离开家 去医院 去养老院 以后再也出不来了 那个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在那个家 最后走一片 看的是什么 所以他平淡不是无味 不是无味 他是平淡有味 对 但是这个有味啊 真的是通过这个 所以我说他这个格 真的不低啊 就艺术的品格啊 就是要不说叶德贤 这次我也能理解呢 连拿三座这个影后的 这个大奖 那绝对是值 就是说 他因为他可能跟许安华呀 共同打磨出来的 其实很多个你说的 这种平淡当中的细节啊 就发生在他的一个小小眼神 比如说一个老人 刚进养老院 其实女佣四代的女佣 也是有自尊心的 对吧 一开始 你看他这个细节打磨的 一开始 就是我不让你们主人家管我 说你告诉这个奶奶太太 就是我老了 坐不动了 我不坐了 我辞职 我辞职了 我辞职 没错 可是实际上这个东西 也没有煽情 我觉得他也是如实的反映人生 比如说像你说的 要照着感人的态度 感人的套路 刘德华说 怎么能进养老院呢 我就是你的亲儿子 就能搞这个 也没有嘛 因为最后知道人生的无奈 对吧 刘德华怎么又可能给他 真的养老呢 所以只有进养老院 像这种孤寡老人嘛 那进去之后 你注意他刚进去之后 这个眼睛 哎呀 我就觉得没有夸张的这个表演 但是看了就心酸 你知道吗 你一下子就想起啊 自己的父母亲 如果有一天不得不进养老院 他们会是一个 第一眼的 对他来说是个特陌生的 一个地方 对 哎呦 然后呢 你就像嘉辉说的一样 你也以为他接下去会掉入一个套路 这养老院肯定是像地狱一样黑暗 但是后来发现呢 也不是 不尽然 他是各种各样的 养老院里似乎也有他的一些小情趣 而且养老院里面 你看到有不同的老人嘛 不同的态度 我也蛮喜欢情配那种角色 就是住进养老院 坦白讲 还可以小尖小坏一下 这个钱去嫖妓 对对对 然后跟住在那边的老太太调情 我觉得说 他把整个说通俗一点 把整个缩影啊 老人社群的缩影放在那边 然后我觉得那个说自然的话 那种感染力就在这里 好像每个人你都找到自己 或者说你曾经见过某一类的老人 好像在出现在老人院那边 特别耶德贤演得好 我们在香港 我是看着耶德贤长大的 我们小时候我经常说 有几个很喜欢的手女 英女王是一个 耶德贤是第二个 很性感 他那个很 那个媚态是也很好的 可是他后来慢慢年纪大了 这转型 每一部都演得很好 到这个年过六旬 真的是到现在 你看他这表演 真是繁华落尽 是吧 回到见平淡 而且你看到这个戏 我刚刚讲那个细节 你还注意点 他埋了很多细节 他故意没有发展 但那个细节 使得整个环境更丰富 比如说你面那个老校长 那些人不是老校 喜欢跟人说英文 喜欢教训人吗 对不对 最后还念了一首 李商隐的那个 大剧成灰类史干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 选圣诞装饰 对不对 一个玻璃球 那个圣诞装饰对他来讲 似乎意味十分深远 很重要 一拿出来 他就对着他呆呆看 但是就仅此而已 就选王没有再挖下去 那是什么 所以就鱼味鸟鸟 就就这样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圆九经 年最软僵 也仅够久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亚军乐海南清水湾 军赛琴北京演唱会 4月20日首都体育馆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而且我觉得呢 就是徐安华导演 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不轻易下判断 他不轻易下判断 也不轻易有一个很鲜明的立场 在拍之前就先树立出来 所以他也比较少对某些人物 角色做很典型化的处理 对 他总是在听 总是在看 那些人会怎么样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当年看天水为的日语夜的时候 那里面那个包启镜 他演的那个妈妈 贵姐 他有个儿子嘛 那个儿子呢 我们一般人任何人看 都觉得这个小孩太没出息 坏透了 染金毛 中学生 然后睡到中午才起床 妈妈做好饭 吃吧 起来 也不吭声 就在那吃 就你觉得这怎么看 都不像是个乖小孩 不是那种努力上进 但是就是这个小孩 每天放学之后 会去看外婆 然后在医院陪着她 然后妈妈该叫她做什么 她也乖乖的去做 你一下发现 这种金毛飞 不是应该都是坏蛋吗 但你看到她只是染金毛 她是懒惰 她不爱上学 睡觉睡得晚 但并不表示 她就不可以天天去医院 陪着奶奶 虽然她去了 她也是不吭声 在那待着 但就乖乖的 那你就发现 的确生活中 有太多类型的人物 那些人物 都是不能那么简化的 所以我觉得 这里面看到一点 就是说 雪安华的电影 很多人说这一部也好 他前面讲 天水为了两部也好 都说他关怀基层 他以前一直有这种风格 但是他跟我们看到 今天很多华人导演的 关怀基层是不同的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华人导演 当他说我要关怀基层 要拍基层题材电影的时候 他已经有立场 而且他甚至觉得 我要把那个题材拍得很苦难 然后把这个变成一种道德优越感 但是雪安华没有这个 雪安华没有什么道德优越感 没有说我要拍他们的苦难 你们看看这社会多黑暗 他没有 他就走进去 我觉得假如我们把雪安华的 以前的电影摊开来看 我觉得有两点很明显的 第一个是说 我们那天跟陈可欣也谈到 落差很大 当他假如不想把结论 讲出来的时候 拍得很好的 让整个所有的人的故事 很自然铺陈出来 给观众去看 去领悟 可是有些电影呢 你看到雪安华 很想把一些想法 讲出来的时候 真的不太成功 有点像作家 作家拿笔 不是什么类型的东西都能行 我举个例 德贤炒饭 德喊炒饭 前两部片 里面其中一个主题 讲同性恋 女同性恋 一开始那一段 你说有拍得多差就多差 几个在女同性恋的酒吧里面 几个女的在里面 谈好像谈结学一样 到底同性恋好不好 谁有权利去批判同性恋 等等 就当他这个导演 想把话来说白的时候 就糟糕了 对 他都要很含虚的 把东西铺陈出来 慢慢来看 点到为止 我觉得这个 他才能有这种感染力 那另外一点特质 雪安华的特质 就是处理女性的角色 我们一路看过来 就是他对女性的这种承担 或说制止的 去安排自己的安身立命 这个选择 处理得很好 重重早期的女人四十 女人四十 一路过来 天水为 甚至大姨妈 有点通书剧 可是他这是一个命题 有人写了一本书 还有他自己有一本书 有人编一本书 叫雪安华 说雪安华 他也同意 女性 他作为一个女性 而且他跟他妈妈感情很好 他说现在基本上就是两个老女人坐在一起呢 住在一起呢 这样好 当然那种女人的感觉铺陈出来 对 这个有些细腻的地方 还真是 这个 而且我们就说这个小啊 过去大陆经常有一种思维方式 就大陆的作家要费很大的精力啊 摆脱这种 我们叫宏大叙事 宏观叙事 或者动不动就皱起眉头 铁尖单道义 就说这是什么社会问题 那是什么社会问题 要分析它 实际上呢 全是大俗套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你看 你说雪安华 为什么我说他这个电影得奖 不偶然 他这个含量相当的丰富 这就是我们讲的 什么叫小中见大 也许这个导演并没有这个这个作意啊 但是实际上呢 你看 任何一个点呢 你就觉得他这个电影的 这个这个反映的社会 社会的含藏量 你比如这个那个老头 那个有点花的那老头 老骗着老太婆的钱 三百块钱 然后自己去叫机啊 什么的 干嘛 但是这一下拉出来 就是香港的一个社会问题啊 很多老年人到深水部那边 40多岁的找这个什么一楼一缝 他们也有性需要啊 对不对 就有这种经历还旺盛的老人啊 但是你看最后 叶德贤就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你以为他是骗骗老太婆的钱吗 说他我还愿意给他 说他都这么老了 他还能再花几次 他还能再 哎呀 这就看得人就累下 有没有就是老人家 有几个人去考虑过 他们的这种 需要 而且呢 你比如说 包括刘德华 还是个电影监制 是吧 他也不落套路 就是他很有一个个性 说我认为还表达了对香港电影的某种反讽 比如说 他是个电影监制 可他经常被人误以为是修空调的 对对对 或者是低市楼 因为穿那身衣服 这就说明香港电影也有窘境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哎 还到北北北北京去 跟北京老板在一块混 你说 他是一个仅仅拍一个陶姐吗 他不是 他就是小中见大 有太多的元素 有时候一个小暗示 你知道吗 你能想到很多很多 可是你刚说没有人去 从来没有人理会老人家 这个需要也不对 你知道香港的一楼一凤 有些道义有道的 好像有老人票的 对 八折 好像你超过六十五岁去找他 他收你八折 对 所以义工 我唱一会儿 我唱一句 我做义工 现在有一些台湾跟香港的性工作者组织 还在研究 甚至已经开始做的是 去一些瘫痪病人的病房 帮一些瘫痪症的男性病人解决性需要 那是因为 因为他们真的是 那是他人瘫痪 不表示他没有性需要 甚至可以非常强烈 那他们有卖月票吗 我好奇 那是免费的 那是社会 除了有八折票 有月票 都是义工 都是从看报纸看回来 但是我就感觉这个人 说人之初性本善 其实你说人心坏 这种电影 它就是说 我们所有人 我到周围见的 没几个人说 对老人没有感情的 但是好像平常缺少召唤 你看 一看到这个电影 谁都会 我觉得就会产生像我说的想法 就这个社会 我们都愿意多花一点钱 让这个老人家 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我的感觉是相反 可能我性格比较阴暗 我以前常想这个问题 假如我发了财 像窦文涛一样有钱的话 我要捐钱 要捐到哪里呢 我总是觉得 捐给老人家的服务 当然他们有需要 照顾他们生活 可是我不安心 因为我不确定 这个家伙 年轻有没有 做很坏的事 可能这个老头 年轻的时候 无恶不做 抛弃老婆 或者说 做奸犯科 什么 我不放心 我有点担心 我的钱 是帮了一个坏人 可是我宁可 把那个钱 来帮助小孩 小孩基本上 白纸一张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来照顾小孩 教育也好 生活也好 给他们买电脑也好 我觉得我比较安心 觉得我的钱 总会不会白花 我的爱心时间 不会白花 所以我是有 这个明暗的想法 对 我觉得不管是 这个好人坏人 到最后那一天 都是可怜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球上 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约二十度 龚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龚南湖海口 我觉得你说啊 这个老人呢 为什么就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 或者说 很多很多的人 现在可能就正有父母病卧 在床 这个问题啊 是每家每户 遇到的这个问题 可是你有的时候 简直就是要 哎呀 自己谴责自己 就这个人性啊 很多时候就是人性 就是自私冷漠 你讲老实话 久病床前无孝子 就是这个 人性就这样 你你午夜梦回 你觉得自己真不是东西 你对这个自己的老人 能够提供的 能够做的 照顾的 总永远是太少 太少 小或特别是 像中国人的这一套 相比于他们给你的 他们当年怎么把你 拉扯大的 你现在 哎呦 我就觉得啊 那天还有个人 归咎于社会 就是社会养老机制 你就是说 中国这个社会养老机制 把我们每个人 都变成罪人 就让我们受这种 良心的煎熬 因为社会提供不了 太多服务 于是全堆到家里 但是家里 说实在的 能力和人性 都很有限 嗯 我觉得我们不要 还是不要太容易 下判断 是不是 比如说有些人 你觉得这个人 怎么把父母送进养老院啊 什么不管啊什么 我觉得 真的每一家 有个人不同的情况 我们不能轻易判断 你比如说 呃 有的人也许 子女之间 亲子之间 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不晓得 或者那个孩子 他很多实际生活上的考虑 我们也不晓得 我懂你的意思 你知道吗 但这就是两头都是心酸 中国的老人 做过调查 90%的 不愿意去养老院 他把去养老院等同于被 抛弃 可是没有办法 就像你说的 在家里啊 一样呢 也是一锅粥啊 一样也很惨的 那也就是 也是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问题啊 这都是很难办的事 因为现代呢 其实主要问题在这 我觉得以前的人不去养老院呢 倒还好办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家 你要是摔倒了 有什么病 说走就走了 但现代呢 问题在哪 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去养老院 一个理由 就是说养老院的各种医疗设备 服务比较好 对不对 那你可以想象 就现代社会底下 假如我们人 不是有这么好的医疗设备 又不是那么长寿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去养老院的 所以养老院恰恰是为了严肃 没有还有严肃以外 哪有好处 对 没怎么交易 我母亲早就在养老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